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让无菌针接触任何东西 包括你自己 它有一个外盖和内盖覆盖针头 小心地取下外盖 然后取下那一盖 但要保留外盖 因为你稍后将使用它处理针头 将笔翻转过来 竖着拿 轻轻地拍打笔的侧面 把所有气泡带到笔尖 继续拿笔的时候 转动剂量旋钮 直到你听到一声咔哒声 按下管理按钮 直到你看到针尖上有一滴液体 如有需要 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形成一滴液体 并施以正确的剂量的药物 你现在可以用笔来注射特定的剂量 GANA-F笔包含三种不同的剂量 它们分别是300IU 450IU或900IU 对于12.5IU到450IU之间的任何剂量 将剂量旋钮转到正确处方药物剂量 一旦笔达到正确的剂量 就是时候准备注射部位了 注射部位将是医生指定的皮下位置 皮下注射最方便的部位是肚脐周围的腹部 每次注射后一定要更换注射部位 以减少注射部位的反应和瘀伤 用酒精棉签消毒注射部位 并等它风干 用手指捏住注射部位的皮肤 将针全部插入 并按下剂量旋钮 直到按下所有处方药物为止 在取出针管之前 先等待五秒钟 一旦针笔取出后 用纱布点按压注射位置 如有需要 可以使用创可贴 将针的外帽放在一个平面上 但不要抓住针帽 否则你的手指会有被扎破的危险 用足够的压力将针插入针帽 使针帽不会脱落 一旦针帽牢固地固定在针上 就把针和针帽从笔上悬下来 将针放入锐气盒中 如果笔里没有药了 就把空笔扔掉 如果笔内含有药物残留 就将笔帽盖回笔上并存储起来 感谢您观看这关于Gana F注射的教学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